这个日本女高中生16年来不曾交过一个男朋友 拒绝早恋好好学习是个很好的榜样 但是在她第一天入学时 却因为发现同学先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小团体 所以她只能不断想方设法 渴望能够隆碌这位同学之间 正好身边旁有两个女生攀比着各自的男友 惠里香为了隆碌进去 不自觉摧取自己的爱情故事 昨天闺蜜雅由美打来的电话 都被惠里香谎称是男友打来的 但几天几日 惠里香口中的男友一直都没有露面 眼看一看要被同学揭穿 她只好将路上巧遇的帅哥拍下来 谎撞似自己的男友 但没想到这人是同校且被称为王子的佐田工业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他们又一次相遇 还没能从佐田开口说话 还把露线的惠里香离可拉着佐田离开食堂 然后坦白一切 还试图希望佐田可以替自己继续言谎 好在佐田也是单身 她答应惠里香可以假扮当他男友 但条件是惠里香必须当自己的宠物狗 为了验证惠里香的决心 她让惠里香转三圈伸出手 然后喊一声 哇 为了谎言不被拆穿 惠里香最终还是糟作了 之后昨天利用佐林的身份 对惠里香指手画脚 惠里香稍微想反抗的时候 昨天就会拿出假扮男朋友的事进行威胁 为此 惠里香不得不忍录不忠 因为好不容易找到朋友 相比于惠里香这边的情况 雅游妹在班级级就显得从容不破 她不刻意的银河也交到了许多朋友 惠里香将自己的遭遇收给了雅游妹 雅游妹却她还是不要骗人的好 但是一致死 惠里香只能继续变下去 这虽然躲过了朋友间的嫌弃 却因为与称为王子的昨天 假扮男女朋友遭到众女生的排挤 有三个女生因为王子被抢走 心里不爽 将惠里香带出质问 就在快要打起来的时候 出现了一位很帅的男子墨村 墨村对惠里香关爱有加 为了温柔 惠里香难免不心动 你妈呀 这就是 爱 爱爱爱 墨村的主动让惠里香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心下着一起找那个自大狂妄的男人假扮男友 不如直接找一个真正的男友 所以在墨村问到惠里香 是不是昨天女朋友时 惠里香害怕她误会 就告诉她实情 但墨村知道后非她没有高兴 转了就要抛弃惠里香 原来墨村接近惠里香 只是想利用 想复仇王子 如果能从昨天车抢走她女友 那岂不是啪啪啪打脸 惠里香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 加油昨天来了 面对跌跌不休的墨村 昨天上去就是一圈 眼神没有一丝的喜学 而这一件事 让惠里香对昨天有了新的认知 渐渐的 惠里香在假扮情侣的过程中 渐渐喜欢上了黑金王子昨天 很快到了暑假 结果整个暑假 昨天都没有任何联络 惠里香只能抛在闺蜜雅油妹家 即使开学后 她也能不见昨天踪影 假如雅油妹有东西 需要亲手交给昨天 惠里香利用这个机会 来到昨天家 发现原来她因为感冒 休息在家 但自尊心强的昨天 根本不想让惠里香照顾 但多次主动 昨天也勉强接受起 这个暖魔硬泡的女人照顾 惠里香也在这时 采足见察觉到 自己似乎真的喜欢上了她 终于 在好友的分析下 惠里香决定向昨天告白 结果意外碰到 一个女人从昨天房内出来 虽然可能想象到 刚刚屋里发生了什么 但惠里香还是很隐晦地 表达了心意 但却被昨天说成 她想太多了 最终惠里香失落离开 却遇到刚刚了女人 女人告诉她 她确实想发生点什么 但奈何昨天说 养了宠物狗 就不再触碰其他女人 听到此 惠里香有了希望 因为自己 就是她所谓的宠物狗 她再次跑回去 然后不再隐晦 而是直接告白 这对昨天虽然还是没有答应 但也没有拒绝 保留原来的态度 那能无法猜透 她的内心真正想法 黑心王子只是想让宠物狗 每天因为这件事 而尽情烦恼 另一方面 惠里香意外认识的 昨天的好友阿剑 个性开朗 直爽 还有点脱线 但是是个乐心的人 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都是佐田的朋友 听到惠里香的遭遇后 便决定要充当了机身份 全力应援着惠里香 和佐田的恋情 并出谋划策 她接连好几次 都已失败告终 能当的佐田 当惠里香觉得 难以走进她的心里 从一开始烦恼佐田 会说路线 到现在烦恼 怎样让佐田爱上自己 但即便如此 她也会一直一直 喜欢佐田到最后 可昨夜两人 就发生了一个大矛盾 那时他们在一家餐厅吃饭时 面对一直说个不停的惠里香 昨天这次出奇的 不可能就说了一些甜言蜜语 更是直言自己 即使一直都喜欢着惠里香 但在惠里香 以为昨天在回应自己时 昨天在我地域 泼了惠里香 一盆冷水 调管她 还玩多久的假情侣游戏 天堂跌到地狱 这段惠里香的情绪 终于忍不住爆发 拿起手边的水泼下了昨天 昨天没有想到惠里香 反应会这么大 一直先弄在原地 但你以为两人 就会这样奋道扬镳吗 甜狗难道不是宠物狗吗 惠里香气得快 消气也快 恶人很快又很好露出 麦娠的对下部同学 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惠里香为了鼓励她 将亲自为佐田做的 青年节巧克力 送给了对下部一块 可没想到 昨天看到对下部 手里的巧克力 在惠里香把剩下巧克力 给了佐田时 引起了佐田的不满 佐田将巧克力全部心翻在地 他尽管如此 惠里香能就在想 是不是自己不对 在对下部得到这件事后 他不能鼓起勇气 向惠里香告白 还亲自告诉佐田这件事 面对情敌的挑战 佐田轻描断写的应付几句 还说 要不你做他男朋友吧 随后便离开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惠里香就躲在旁边偷听 这一次的偶然偷听 让惠里香对佐田很失望 决定不再做说谎的狼少女 第二天惠里香找到了佐田 佐田以为惠里香来给自己道歉 却没想到 惠里香是来解除关系的 惠里香这次真的下了很大决心 说完以后 偷也不回的走了 等放学的时候 后日下部邀约惠里香一起吃便当 这天午饭的时候 日下部希望情敌节的时候 能够和惠里香一起出去玩 而远处路过的佐田 神仙吸引了惠里香的目光 惠里香转过神后 便答应了日下部 期间 日下部也一直在追求着惠里香 但并没有得到惠里香的同意 情敌节的时候 日下部还想再询问一次 但被惠里香提前打断 说自己还是忘不了佐田 日下部终究没能成功 此时昨天事件期的出现 想要追回惠里香 惠里香不断地抱怨佐田自以为是 但随随佐田那一拉而相吻 惠里香便闭嘴了 在明确的这只不是玩笑 而且佐田也喜欢自己时 他主动而乐情地吻了回去 也和佐田成为真正的男女朋友 在成为真正情侣后 首次约会的他们决定去赏花 但佐田其实并不喜欢 这种一般情侣会做的事 因为这些毫无意义 两人还因此吵架 但后来肯定和好啊 因为佐田还是卢约来 陪惠里香去赏花 期间 惠里香看到其他情侣合影 并也要求这么做 但只能爱晚期的佐田 就给惠里香拍了单单照 惠里香想要去划船 昨天呢 惠里香自己去划 他在一旁等着 落幕的惠里香看见 两两情侣忠贤的是那么的刺眼 不过 昨天他经受了旁边情侣 你浓我浓的学问爱后 突然间 似乎也理解惠里香的心思 然后打电话 那惠里香等着 自己过去找他 很快 新的一学期开始了 开学后两人被分在同一班 这段惠里香非常开心 他们在校园立碰间后 以及去了教室 不要同班出现了一个花心男 叫神谷 神谷以撩妹无数而感到自豪 是个喜欢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 那位女友多就是快乐 在樱花园内 曾经和昨天惠里香 有过一面之缘 他断定长得同样帅气的佐田 肯定 也是对其他女人玩玩而已 他站在教室门口 遇见女生就难下问名字 最后说出名字后 才会被放心 惠里香也没例外 一心想要证明 佐田和自己是同类人的神谷 开始对惠里香献殷勤 那吃惊的是 但这并不代表佐田也是如此 于是他开始疯狂向佐田灌输 女能多才好的思想 但佐田却压根不打理他 后来一次出游活动 神谷抓住了机会 将他的计划付诸于行动 他们玩了一局叫做 谁是皇帝的游戏 抽到皇帝标签的人 可以让其他两人做任何事情 这次 神谷重重作弊 自己抽到的皇帝 让佐田和另一个女生亲吻 结果佐田却表示抱歉 然后就推出了游戏 神谷认为很不可思议 这是多少男人想要的事情 佐田就这样拒绝了 在神谷的说辞中 帅哥就应该活用自己的优势 去享受青春 早早的专业于一个人 实在很浪费 最后还展示了 自己有好几百个 女孩好友的名单 但却被佐田一语道破 收集再多的垃圾 也只是垃圾堆而已 神谷眼上出现了 不自然的表情 正好一个女孩走向了神谷 神谷想以此地安慰一下自己 却没想到女孩 是来和神谷告别的 因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神谷恭喜之后 将女孩的名字删除 并由此开始转变 因为似乎自己在玩弄 别人感情的时候 自己也成为被玩弄的对象 在回学校后 佐田因为睡觉 而晚下车 神谷却因为讲事情忘记了 在一同下车的时候 神谷对佐田说说 阻碍他说的话有道理 并将手机里的 所有女孩的电话 全部删除 因此也与佐田成为了好友 但这只是 他自己当方面认为的 那在后来 与佐田亲密的 印起了同伴扶女的YY 以及卉里香的持组 不久后 卉里香的生日即将到来 卉里香提出自己想要爱 佐田对这个生日礼物 毫无头绪 于是将这个问题 抛给了阿剑和神谷 他们两个倒是一拍即合 分析到这连头 有人想要爱 而不是名牌包包的女孩 可不多见了 让佐田好珍惜 佐田觉得这两个人 不靠谱就去找卉里香 但在门口就听到卉里香说 只要佐田对自己说 喜欢就好了 不需要什么其他礼物 甚至自己安排好了计划 佐田觉得这很简单呀 并决定对卉里香说 我喜欢你 但实际到当天 他却迟迟说不出口 常说了很多次 只要张口后 就会变成其他的话 一天的约会也即将结束了 可在送卉里香回去的时候 遇到一样飞驰的车 昨天拿了卉里香一把 顺势也在耳边轻声说出了 我喜欢你 卉里香又惊又喜 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生日 如此特别 如此甜美 后来卉里香和佐田 雅游妹神谷 在路上巧遇了佐田的姐姐 莲香 卉里香还自我介绍 自己是佐田的女友 经莲香提议 可以一起到神户 也见到温温而雅的佐田母亲 母亲很乐情地招待卉里香 佐田却对自己的母亲很愣淡 晚饭后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母亲也丝毫没有怪罪她 在收拾碗筷的时候 得知有佐田家的过往 因为佐田父母在佐田很小的时候 就分居了 因此给佐田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以至于封闭自己的心门 谁也无法走进佐田的心里 也知道那母亲似乎对佐田 如此不相信爱情一世 感到自责 卉里香这才明白 这一家人的反常 以及言相之前 很难相信自己弟弟 竟然会爱上女生这一件事 于是卉里香决定改善 佐田和她母亲的关系 第二天 卉里香和佐田与莲香 一起去看烟火大会 趁机丢走 打电话给佐田母亲 说佐田和莲香打架了 除非她来 否则无法拉开二人 听到这些 本不想让儿子厌烦自己的母亲 从从来到了烟火会 但没想到卉里香 在打完电话后 竟浓堆了佐田 锁她的珍贵项面 佐田见到母亲的到来 明白了什么 但是却迟迟不见惠里香回来 母亲也不顾得礼貌问题 开始在烟火会上 大声呼吻 惠里香 而昨天透过人群 却看到正在跑垃圾堆的惠里香 借着这惠里香丢了项链 昨天恶花没说 一起和惠里香翻找 天上的烟火 炸开了花 亮光照亮了垃圾堆 母亲在垃圾堆的角落中 找到了项链 但也因此错过了烟火会 不过在第二天照离开时 昨天 佐田找到母亲 会昨晚道谢 并答应 以后会经常找神仙 会来看看 这是2014年的神奇动画 狼少女与黑王子 很标准的少女卖 很标准的严谨小说套路 每次看完这动画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要跟这种打一百巴掌后 再给一颗甜枣的人在一起 明明只给甜枣 还不打巴掌的人多了去 但仔细思考后 我明白了 我顿悟了 帅 才是重点 但玩笑归玩笑 其实爱情就是这样 有时候没办法说出个所以来 而且受伤 虽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真正的爱情是向往未来 如果未来的日子能够幸福 相信很多女孩都愿意朝幸福奔赴而去 另外在番外剧情上 又出现一小段很搞笑的乌龙 昨天因为踩到棍子 踹到了 而倾到了惠里香闺蜜 想要解释 昨天就被惠里香说 哎呀我不在意的啦 没事的啦 但之后几天就一直要死不活的状态 不过在昨天一吻后 还是冷静下来 但闺蜜那一吻是真的吻呢 男朋友和好朋友接吻呢 我一点都不嫌疑 我是少年 有名人又可爱的九亲的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